第一點 出這一定要做功課 看一下路線 至少不要迷路 第二點就是 如果路線比較長的話 你可能中間要找一些補習點 然後第三點就是 我覺得蠻重要的 哈囉大家 星辰才剛同期麻煩 現在是大中午 1點多 然後我覺得天氣是太好 我已經三個禮拜沒有出車了 因為之前手都受傷了 所以其實也不能騎太複雜 因為換檔的時候手會痛 就是有見於我一些朋友 看到我影片之後已經開始想要騎車 然後我決定今天我就騎河冰 因為跟大家講說 親手應該注意哪些事情 所以我們就開始騎車吧 其實路上會有很多風車啊 如果他剛停就可以過去 可是如果他已經快離開 我建議大家是可以先靠邊 包滿了板橋 交通好多車啊 這邊都是機車跟騎車道 然後我們會從旁邊這邊 有個牽引到過去上橋再下去 其實大部分的橋 就是機車可以上 腳踏車就可以上 那像他剛剛有分開 其實比較安全 那 牽引到 這邊是要上去喔 我就讓他 是放平的 在牽上去的時候 都不會送到樓梯間 上橋 分開的分開的 下面就是旁邊啦 應該逆著工吧 騎之前最重要的就是要做功課 就是至少看一下你今天要騎到哪裡去嘛 像我今天想說輕鬆騎 就騎到淡水 沒有什麼人 欸 一下子就要到道道城了 嘿 我最後就是大道城啦 對 一下子就到這邊了 其實剛剛騎車的過程中 大家應該有看到就是 可能會一些 就是速度比較慢的 比較輕鬆騎的老人 或者是小朋友 今天是平日假的 所以小朋友還還好 那就是大家在騎車的過程中 就注意就盡量 就是小心 就如果要超車的話 就要注意對象的來色 就注意安全這樣 盡量不要並排啦 就如果跟朋友一起騎的話 那我們就 繼續下去啦 嗨 遇到一個車友 他從台中來的 對 Ju來的這不是我的車 他早上騎完風貴嘴 然後現在又騎到大道城 不知道他等一下騎到哪裡呢 台北 沒有熱的騎車 感覺比較好 沒有熱的騎車 感覺比較好 小小孩 對 就是小朋友他們會在 就是 河冰自己的車上面 然後 很開心的 亂衝 那時候 就是要多小心 然後 記得先騎他 很美 來個廟 超短 小小貼心的舉動 就是剛剛看到 對象有車友來的時候 就是定個頭 被打招呼了 我們就是捷運站啦 然後會珍珠一跳 對象有車友來的 超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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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奇特 看一個小時 哈哈哈 帶大家看看 淡水充足 我一張飛翔 是你無分突然來成為我身上的快 是誰所有卻不穿我 比我 總結一下第一點一定要出正要做功課 看一下路線吧至少不要迷路 第二點就是呢 如果你路線比較長的話 你可能中間要找一些補習點 像這次河濱我是覺得蠻輕鬆的 所以我就一路直接騎到單純 然後第三點呢 就是我覺得蠻重要的 不要上錯橋 基本上 機車可以騎的路線 單車都可以騎 就除非像剛剛那個滑翔橋 它有分騰樑 就是有分牽引到 所以才要分開騎 然後不要騎上快速道路 第四點就是 騎車的一些 一些禮 就是你可能騎了面之後就不要並排 然後 可能看到一些 就看到一些其他運動的人 如果你要超車的話就是 小心一點然後趕快超越 這樣 第五點就是我覺得超重要的 注意小小孩 對 就是河濱上面常常會有一些 可能小孩子啊 騎腳的時候 剛學起 然後 喜愛情緒 然後 對 他們是一個 很危險的生物 對 以上就是這五點啦 所以希望有幫助大家 我要騎回去 掰 看les 你說 說 聞 妹 橘子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